好继花莲的吉安乡食物银行开战之后 台北市甄吉祥社福协会事隔两年之后 今年也在花东纵谷中段的瑞穗乡设置据点 并且在25号的上午盛大举行揭牌 台湾法人台北市甄吉祥社会服务协会理事长贤康利 与包括合硕联合科技董作佟子贤 王长根公益信托协理林振天等企业代表 以及地方社福机构单位首长等贵宾 共同为珍吉祥食物银行分享园区瑞穗站开幕剪彩 让附落德可以得到这些食物 也可以重新的得到新的家具 其实花联县政府在北区还有南区的服务中心 也都有食物银行 那其实在食物银行的物资上面 有照顾到一些弱势的族群 但是还是有稍嫌不足 那今天在瑞穗有这个珍吉祥的食物银行成立 那其实对花联县的南区来说是 南区乡亲的一个福音 为了扩大关怀社会偏向弱势的范围 郑吉祥社会服务协会计111年8月首度在花联结案乡设站后 今年特别将服务触角延伸到花动重骨中断的瑞穗乡 包括王长根公益信托以及瑞穗乡子弟的 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 童子贤也以实际行动支持食物银行分享园区瑞穗站的启用 其实台作企业我们在花联没有产业在这里 但是我们除了刚刚我们所讲的 我们对这边的成立食物银行跟天灾的时候的赞助之外 其实我们跟那个学术交流基金会合作 总共花了每年都花了六百万 总共花了三千六百万 在培育这些小朋友的这种英文的能力 那我们很高兴这一次食物银行可以这个落脚在瑞穗 服务花联的南区 那因为不但是社会互相帮助的观念 也是珍惜这个土地长出来的这些农作物 曾吉祥食物分享园区计花联结案站启用后 25号瑞士站也正式剪彩开幕 借此扩大服务触角关怀照顾更多的偏向弱势 开始启用了 那启心动念就是因为花东线太长了 我在吉安有一个大仓库 然后在这里过去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那对一些部落对一些教会来讲 一些需要的人真的比较不方便 那既然他们不方便我就来 我们来设一个点 所以我们跟房东签署五年的合约 我们不是要做一次性的 那需要这些东西在地的方式 那这里会开一个实体的食物银行 针对秉除在社会福利政策之外的社会弱势库为协助对象 透过每个月社福点数来换取实际所需物资 曾吉祥社福协会强调 结合叙实 募集物资在地创生 分享资源来打造社区型照顾网络 让资源就近协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